我們來看一下呢 怎麼樣建立第一個自己的什麼 Preds的簡報 那首先呢 其實您第一次建立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什麼 很多範本 很多範本 那第一次的時候 他也會告訴你說 你看有 你可以依照這個方式去做教學 那如果你不要這個教學的話呢 他這邊也可以關掉 比如說我就不要這個 你不要告訴我了 太麻煩了 你可以直接把它關掉沒關係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你點一下 點一下他的這個Logo的地方 我們就回到他首頁也可以 有沒有 你點到這邊 那麼 現在呢我裡面 其實你剛剛進去他就有一個 好 就是還有好幾個 你這裡可以重新建立一個新的 有沒有 這裡可以重新建立一個新的 好 點一下 那麼一進來之後 他其實就會給你一些範本 可以去選擇 那 因為大家平常都用微軟的習慣了 說真的 會不太習慣 就算剛開始用這種方法 但是如果老師您曾經用過新制圖 你大概就知道那個概念 那麼像這個帳號 他是屬於什麼 就是那個叫做 一般帳號的 如果是我的這邊的 這個 這個是標準的 所以你看到他剛剛那個 Create的時候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那個Loading的畫面 你看我這裡建立一個新的 一樣這裡我也建立一個新的 你會發現 你已經升級成教育的 EDU Enjoy的版本的話呢 他這個上面這個Loading的時候 會多了一個學識嗎 有沒有不一樣 好 就是這個地方不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建立新版本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 那麼一進來之後 他馬上就給你看 而且你看 有這麼多的版本 有沒有 這都是最新的 右手邊也有一些 他提出 比較多人使用的 就是說比較熱門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 沒關係 這裡有一個Mode 可以讓你看到更多 可以讓你看到更多 按下Mode 你就可以挑看看 哪一個你比較喜歡 他一段時間就會推出新的 就會推出新的 當然你也可以去看看別人的 有的人 他是有 允許別人怎麼樣 直接複製的 就好像你看到網路上的簡報 我把它拿下來一樣 好 所以 這樣往下走 您就可以看到很多 那假設我想要跟這個有關的 我就點一下 你就按 直接使用這個範本 那 以後呢 其實老師比較熟的時候 我也蠻建議您可以試看看 直接給我空白的就好 緊張北狀 因為這樣你可以發揮更多創意 但是如果剛開始還不奇怪 你就先用範本 好 那我就按下去囉 那麼通常我會建議老師 你選了一個範本之後 先不要急著說 啊我就要開始做簡報了 你先試看看 他的簡報的那個 效果是怎麼樣 你比較清楚的時候 我待會呢 要怎麼樣去做 現在大家範本選好之後 不用那麼急 你看我們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Present 就是等於說我要怎麼樣 簡報的嘛 所以你就先從這邊按一下 他會先讓你看一下說 我這個簡報 大致上長什麼樣子喔 你可以按下一步 有沒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進來了 再來 繼續走 繼續走 那麼 您也可以從下面這邊 我不要一個一個看 我就這樣直接跳過去 有沒有也看到 對不對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我們的那個簡報 大概的樣子 大概的樣子 那麼 好了我就回 ESC 或者按右上角這個 B 我們就回去這邊 繼續編輯 你可以看到其實 左手邊 大家應該也還蠻熟悉的吧 對不對 像一下我們Hotpoint的那個 slide一樣 意思一樣 這個他把它稱作路徑 等於說我好像有一張 很大很大張的什麼 一個 你可以說地圖也好 也可以說紙張 那我只是把我的簡報內容 就放在不同的位置 然後呢 他就跑到那個地方去 那我們用這個Place 的一個好處在於說 你今天在這邊做的時候 今天我在這邊點也可以 有沒有 還是一樣進來 對不對 還是有那個效果 那麼你也可以怎麼樣 往後退 就是說我們在看簡報的時候 我也可以像這樣往後退 隨時把我要的就像 你們剛剛看到我這個簡報一樣 我可以等一下 我就看得比較清楚 有沒有 那我可以直接在這邊 往後退 不用說因為我只是 以前傳統的 就簡報我就抓到那麼大張 就這麼大而已 你都不能改變 甚至我還可以自己脫衣一下 我還偷看別的 好 就可以直接跳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這個是我們Place 簡報的一個特色 那您了解了他的什麼 做的這個路徑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來試看看了 但是呢 您開始會發現是中文可以打嗎 好像打不進去有沒有 所以你要來這邊 我一定不可能找中文不行的 您看一下這個Custent這裡 Custentize 來我們找右手邊 您找到這個 客製化裡面 因為它有所謂的布景主題 我們講的姓就是布景主題 您到右手邊這邊 你會找到有一個是中文的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中文的 所以您必須先選擇這個布景主題 那它用了之後呢 你打中文就沒有問題了 就沒有問題了 那當然有可能 你覺得說 這樣背景我不喜歡 或其他之類的 你可以再針對這個布景主題 再稍微客製化一下 比如說我希望我的顏色 有沒有像這個顏色 你可以再選擇 我想要在黑色背景上 也可以 整個這邊就改變了 有沒有 你可以再稍微調整一下 那背景的部分 一樣可以做修正 這樣OK 齁 好 所以您先找到 你看我現在點到這裡 好 我就來這邊 這裡 有沒有這樣中文 就沒問題了 嗯 OK齁 所以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那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畫面 再點進來 您可以選擇你想要的 那它裡面跟我們一般的那個簡報一樣 有什麼大標 次標啊 然後還有什麼 本文 所以你看到這個 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叫 title subtitle 跟body 大標 次標 次標跟什麼 本文的部分 那你都可以根據它 去調整它 適當的大小 比如說 我的這裡 好 但是這個我覺得太大或太小 直接從這裡調也可以 好也可以 那顏色的部分 您可以再做調整 反正後面這個大家就比較熟悉 這個就比較熟悉 那 那如果我要插這個圖片怎麼辦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 這邊 它就分成 一般的圖片 還是來自於一些所謂的 像我們在那個叫做 office裡面有一個叫做 美工圖褲有沒有 它就有點類似那個 SIMBAL 符號啊 一些形狀啊 那另外 它一個很不錯的就是 YouTube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給它網址就好 直接網址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先試看 不是我要插入圖片的 你可以直接選 有沒有 你看 Videos啦 PDF這些都有 那我們如果是要插入 單純的插入圖片的 欸 這裡應該是可以 我先 先關掉一下 應該是可以直接 欸 它有一個搜尋的 應該會跳一個搜尋畫面 不會跳這個才對 對 好沒關係 那我先從這個 我先從它的 本身的這些 形狀跟符號 你可以看到右手邊 它有給我們一些內建的 好給我們一些內建的 比如說 以這來講 我點進去 這些類別 那這些呢 都是向亮的 所以你放大縮小 不失真 好 我比如說 丟一個 點一下 點一下 這邊應該會跑出來 欸 還沒出來 喔有啦 嚇我一下 來這邊 您就進來了 那如果你覺得 太大太小 好 就從這邊縮棒 那中間這就移動它而已 所以應該很單純 縮棒 然後外面這就旋轉 好外面這個就旋轉 這樣OK 好 那麼一般來講 我們蠻建議老師就是 如果你在插入圖片的時候 啊 我們剛剛這邊是直接插入 可是如果你要找圖的話 建立最好找透明的圖會比較好 什麼叫透明的圖 您來 平常我們如果在 Google也好 或者是說我們在什麼 簡報的時候 PowerPoint裡面 您插入圖片 如果直接把一般照片插進去 就四四方方一個進來 這樣子的效果 是不是稍微比較差一點 好 所以您在找這個圖片的時候 建立您加上 兩個關鍵字可以做參考的 比如說我想找林東 我就加上PNG 你加上PNG 因為PNG這個格式它是具有什麼 透明的 透明的那個資訊 跟我們一般 Office工具裡面有一支筆 是不是點一下什麼色為透明 跟那個是不一樣 因為那個只能設一個顏色而已 這邊是比如說像我們這個Logo 你看 哇 這個Logo 然後 我看有沒有透明的 我找林東的好了 來上面這裡 如果你找的時候啊 這樣 我們找看看喔 你會發現 這是不大一樣的 糟糕 在 這一台的 我先把這個存下來好了 把它存下來 圖片把它連存起來 一般標準的在我們那個 Google瀏覽器上 你會看到它旁邊就是 隔絲狀的 好就是隔絲狀的 那你看我在這裡 我們把它傳上去試看看 這裡 這裡 我們在這邊等待之後 我給各位再看一下 除了這個關鍵字以外 你還可以搭配SVG 這個 那一般來講 我先給您看一下 如果您是用 PMG的 我們 英文的來看喔 PMG的 你會發現 它一般就屬於點證圖 點證圖 比如說像我這樣一點 如果您在Google瀏覽器這邊 你會看到這個 旁邊就是透明的 好就是透明的 那另外呢 如果一樣的關鍵字 我搭配SVG 因為SVG是 現在新瀏覽器的什麼 向量格式 所以你看到這個 你就會發現 欸 它們就會長得比較 什麼 想像卡通式的 像這幾張其實 本身都是透明的 都是透明的 所以你看我 放到上面來 欸 哇 有錯 會不會檔案太大 我用另外這一張 我會把它傳進去 等一下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好 在這裡 我會把它傳上來 這一個 OK 那我想我先把畫面還給您 您可以嘗試看看這兩個關鍵字 因為如果您需要做一些插圖的 就是用PNG跟SVG 這兩個關鍵字 可以嘗試一下 你會發現 找到的真的會不一樣 我剛剛不確定就是 是不是我們現在網路比較慢 你看我丟進來 有沒有發現 這都透明了 我放到簡報裡面 你覺得這樣子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對不對 整個效果會好很多 那 這個部分其實跟我們剛剛這邊 意思是一樣 就是你如果您有傳進來的話 有傳上來的話 唉唷 這邊有沒有進來了 對不對 你就不用為了去背而麻煩 這樣不是很簡單嗎 好 我們的簡報其實是平常的PowerPoint 那些也都可以用啊 所以您找對關鍵字 你會發現說 省事很多 省事很多 那 因為呢 這個 Google浏覽器的部分 它這裡會顯 這裡會顯示出來 可是我發現 因為我這邊沒有裝 Google浏覽器 只有火壺 好像 在火壺這邊 它就沒有顯示 可是實際上 大多數的 您透過這個方式 不敢保證說 全部都是 完全去背的 可是至少您搭配 PNG 或者我們剛剛這裡 看到的這個SVG 應該就 找到 有已經去背好的 這種格式的機會 就比較多一點 OK 來 還給您囉